來看劉蕭鳳後面的消息 今天有一位老闆老伯 立正在家裡老老推拔刀刺到胸 今天蕭鳳對合佈告定的時候 老伯全身苦無力已經失去四名正常 因為救護員心悉後所屬的救救 將會為二老降下來送醫 到達便宜由伊芳人員接手持續的救救 老伯到醫療後回合四名正常 成功救護保護四名 該七雙救救再救護指揮科表示 日前這條民眾保安 若是欧凰南路有些雙救護 叫林雲告定之後 六十六歲老生犯者全身無力 都在處中樓梯叫不出 對聽不歡迎 老保醫師上口在老火 人家沒有生命精神 叫林雲實對犯者進行CP-up 以及AED手救 雖然送公平治療 到達現場發現老公 他突然在樓梯摔倒 家屬是說有聽到鳳一聲就出來看 那久久我們已久 那去到現場 因為那個樓梯很窄 患者 體型又很大 我們就馬上請 跟對加派人離過來支援 那人離過來之後 我們就是盡速將患者預定 那上廠貝板跟進去 並做急救 那趕快稍微拿 散打去做急救 在2萬塊索充老四點爬上 讓病人去救 到他後 一方接手 汽車手救 最後先說 這名老四點爬 非法性 穿開 以及順便 先說救會生命 所以想問到明解 請猜訪 報道 旺TV行動客服全新登場囉 現在只要下載 旺TV行動客服APP 並登入您的收視戶資料 就可以馬上查詢 電子帳單 發票 即直播頻道等 行動帳單 客服服務 讓您帶著走 一次滿足所有需求 旺TV行動客服 最聰明請快去下載喔 旺TV數位電視